火干 有佛系又叫我讲故事 什么后裔的故事 煩 白痴佛系智障佛系 谁没听过后裔的故事 阿师要不要快点讲 等一下啦 我们要查 有一天 地球上出现十个太阳 瞎 怎么可能会有十个太阳 哦 这个故事 辣 辣 辣辣 你到底要不要讲 你吹屁 就有一天村民很热啊 好热喔 这天地怎样啊 热死了 哦 都是他啦 白痴村民 智障村民 故事的导火线 白痴村民向天祈求 哦 神啊 能不能帮帮我们啊 这天地真的是太热了 绿王大帝 求求你 这天地真的太热了 这天地真的好热 求求你帮帮我们 哦 搞笑喔 干 绿王大帝还听到 绿王大帝觉得这些村民很可怜 派了一位弓箭手过来 喂 龚先生吗 你可以过来一下吗 哦 不是吃饭啦 就过来一下咩 也不是借钱 哦 你的批划那么多干嘛 太棒了 龚先生决定要过来了 绿王大帝 您的电话 喂 龚先生吗 什么 你不能过来了 什么把马子 快点过来 你不来就演不下去了啊 抓 龚先生 他来了 龚先生 他的职业是 龚建手 用名 后裔 干 鸟 鸟鸟鸟 真的很鸟耶 绿王大帝要他下凡射太阳 哦 烂任务 烂 烂烂 后裔还接 后裔下凡 遇到村民 亲爱的村民 我来拯救你 请问太阳在哪里 那里 太阳在那里 那里 你知道太阳是什么 太阳 是位于太阳系中心的恒星 他几乎是热店奖 与磁场交织者的一个理想的球体 你过往下 过往下 这白痴 我没有看到白痴 你叫什么名字 后裔 鸟 是这样 鸟 卖人曲 后裔 后裔 笑死人了 后裔 他要在那里啊 白痴哦 于是后裔举起他的弓箭 他准备拿箭 啊 忘了带 他拉公 丢 一个太阳掉下来 后裔连续射了九发 干 黑皮男佑 连续射九发 等一下啦 导演 我想歪 然后剩最后一颗太阳 他也想把它射下来 于是 嫦娥出现 等一下 有嫦娥吗 有 我刚查就有 等一下后裔别再射了 别再射了 我这样不好瞄 这样对是你不好 我不要管我 我不要再射了 这样子我不会瞄准 这样对是你不好 哦 你到底 就让我射嘛 要射不会是在卫生上面 好哦 哦好玩哦 然后村民过得幸福又快乐的日子 但是后裔他 变白痴 就算完蛋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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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